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爱米丽狄金森诗歌与孤独的灵魂舞蹈 爱米丽狄金森这位19世纪的美国诗人无疑是孤独的代名词 她的诗歌如同她的生活 充满了对孤独的深刻思考和微妙的情感 想象一下这位女性在马萨诸塞州的阿姆斯特小镇上 几乎中其一生都待在家中与世隔绝 却能创作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作品 这简直就像是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 独自演出一场灵魂的舞蹈 狄金森的诗歌常常探讨生命死亡爱与孤独 这些主题在她的作品中交织成一幅幅美丽而又阴郁的画面 她的诗句如同她的生活 简洁充满力量 常常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共鸣 比如她在诗中写道 我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里面有无数的星星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她内心的丰富 也暗示了她对孤独的接受与拥抱 有趣的是 狄金森的孤独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状态 她的诗歌中充满了对自然的热爱 对生命的思考 甚至对死亡的好奇 她曾经写道 死亡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里面有一扇窗 窗外是无限的可能 这样的比喻让人不禁想起 或许她的孤独并不是一种被困住的感觉 而是一种自由的探索 但她的生活中 狄金森与外界的接触非常有限 除了偶尔的信件交流 她几乎没有与人面对面的交往 这让她的诗歌充满了个人色彩 狼佛每一首诗都是她与自己灵魂的对话 她的信件中也透露出 她对于人际关系的思考 常常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社交场合的厌倦 让人忍俊不惊 总的来说 艾米丽·狄金森的诗歌与孤独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场灵魂的舞蹈 既有优雅的旋转 也有孤独的沉思 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 孤独并不一定是悲伤的 它也可以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探索 和创造力的源泉 正如她所说 我在孤独找到了一种自由 这种自由让我能够翱翔于思想的天空 所以让我们在她的诗歌中与她一同舞动 享受这场灵魂的独舞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独立宣言 从抗争到自由的华丽转身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美国独立宣言 这是一个从抗争到自由的华丽转身 简直就像是从一场不太成功的舞会中 突然变身为一位优雅的舞者 让人目不暇接 首先让我们回到18世纪的美国 当时的殖民地居民 对英国的统治感到非常不满 想像是你在家里的沙发上 正享受住一部精彩的电影 却被你的室友不断地调高音量 还要你为他点的外卖付钱 这种感觉让人忍无可忍 1776年 殖民地的居民们决定 不再忍受这种音量过大的统治 于是他们聚集在一起 开始讨论如何反抗 这时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这位才华横溢的文人 站了出来 开始撰写一份文件 这就是后来的独立宣言 他用优美的文字 将殖民地人民的心声 画为文字 像是在为一场 即将到来的舞会编排舞步 但这份宣言中 杰斐逊提到 人人生而平等 这句话就像是 舞会上的开场白 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自由的旋律 当然 这句话的背后 却也隐藏住许多矛盾 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 仍然存在住奴隶制度 这就像是 舞会上有些人 穿住华丽的服装 而有些人却被迫 穿住不合身的衣服 实在是有些不和谐 接下来 独立宣言 于1776年7月4日正式发布 那一天被视为 美国的独立日 想象一下 当时的殖民地居民们 像是终于在舞会上 找到了自己的舞伴 开始翩翩起舞 庆祝他们的自由 这一刻 所有的抗争和努力 都得到了回报 虽然他们的舞步 可能还不够成熟 但至少他们已经 开始了自己的舞蹈 然而独立并不意味着 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 美国人民面临着新的挑战 更就像是 舞会上突然停电 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 却又不愿意放弃这场舞会 对中 精苦的战斗美国在1783年 获得了独立 这场舞会 终于迎来了灿烂的灯光 总结来说 美国独立宣言 不仅仅是一份文件 它想争助 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 有许多矛盾和挑战 但正是这些抗争 让美国的自由之舞 更加华丽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学习中 也能像劫匪讯一样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并在生活的舞台上翩翩起舞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部牛仔 从马背到荧幕的英雄传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主题是 西部牛仔 从马背到荧幕的英雄传奇 这是一个充满冒险 浪漫和一点点幽默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骑上这匹历史的马 奔向那一片辽阔的西部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美国西部 那时候 那时候 牛仔们是牧场的英雄 骑驻马赶驻游 生活在一片广袤的草原上 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放牧 驱赶牛群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与印第安人和其他牛仔的对抗 这些牛仔的生活 可不是电影里那么浪漫 实际上 他们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 常常要面对恶劣的天气 和不友善的动物 想象一下 当你在草原上 追逐一头不愿意合作的牛时 心中可能会想 顿牛真是个不懂事的小家伙 追逐时间的推移 牛仔的形象逐渐被浪漫化 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好莱坞 电影开始将牛仔塑造成了 无畏的英雄 穿着宽松的牛仔裤 手握六发左轮 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拯救美人和小镇 这些电影不仅让牛仔成为了美国文化的象征 也让他们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流传开来 有趣的是 许多牛仔电影中的角色 其实是基于真实人物的 比如著名的牛仔巴特 马斯顿 巴弗罗 Bill和威利 柏伊娃 Bill Hacker 他们的冒险故事被改编成了无数部电影 让观众们对西部的生活充满了幻想 当然 这些电影中的牛仔 往往比现实中的牛仔更具英雄色彩 毕竟现实中的牛仔可不会在牛群中跳舞或唱歌 而在这些电影中 牛仔的对手往往是坏蛋或土匪 这些角色也成为了经典的反拍形象 你可能会想 这些坏蛋的生活也不容易 毕竟他们总是要被牛仔追逐跑 还要想办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想象一下 当一个土匪在逃跑时 心中可能会想 我真希望我能像牛仔一样 骑着马 享受自由 而不是为追逐跑 总之 西部牛仔的故事从马背到荧幕 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和演绎 成为了美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无论是现实中的艰辛生活 还是电影中的英雄冒险 牛仔们的精神都激励住一代又一代的人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像牛仔一样 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并且不忘在艰辛中寻找幽默和乐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爱名利 在《艾米利·狄金森》的《孤独之诗华丽转生的美国独立宣言》 以及从马背到荧幕的西部牛仔传奇 这些主题不仅展现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 也让我们看到了孤独抗争和勇敢追寻自由的深刻意义 在艾米利·狄金森的诗歌中 我们看到了孤独并非一种消极的状态 而是一种自我探索的契机 他的作品《庞佛》在告诉我们 孤独是心灵的舞蹈 让我们能够翱翔于思想的天空 而美国独立宣言则是从抗争到自由的华丽转身 虽然充满矛盾 但它象征住人们对理想的追求 至于西部牛仔 他们的冒险故事让我明白 英雄不一定是完美的 坚信的生活中总能找到幽默和乐趣 这些主题让我不禁想问大家 孤独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你是否在某个时刻感受到过那种自由的探索 或者你对美国独立宣言的理解有何独到见解 又或者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对西部牛仔的故事充满了幻想和敬意呢 来吧 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来到周围的节目的时间 我们来到周围的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我们来到周围的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